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這時我們來裝一台120TB容量 這是多人同時在線剪輯的文件服務器 在去年的時候我就已經DIY過一台10TB容量的ITX NAS 專門用來存放我的節目的素材,然後實現了在線剪輯 也就是可以通過萬兆網絡將NAS和電腦連接起來 把NAS當成是外置的硬碟 直接剪輯裡面的4K素材也非常的流暢 這台NAS的穩定性也不錯 基本上一直是7x24小時開著,工作一直挺正常的 而且是主的RAID Z2有兩個盤位的榮餘 最多可以同時壞兩個硬碟,也能保證素材不丟失 這台NAS我搭建的時候預計的使用壽命是兩年左右 結果剛剛一年多一個月就開始容量高級,只剩下兩個T了 自從去年換了XD3之後,我一直拍攝的都是4K60幀的高碼率素材 出來的文件體積還是挺大的 今年還增加了人手,加快了視頻的製作速度 然後特別是最近新購入了BMPCC4K攝影機 這個東西拍攝的文件體積更大了 4K60幀12比1壓縮的BRAW一個G只能拍攝20秒左右 所以搭建一台新的文件服務器就成了比較迫切的需求 這次我們準備直接幹到100T以上 而且要預留更大的升級空間,為下一次升級提前做好準備 這次新文件服務器的配置我也是糾結了很久 花了好長的時間終於把硬件全部凑齊了 那麼就趕緊來看看我這一回給BMPCC4K挑選的特大號新配件用的是什麼方案吧 首先我們來看看服務器的核心部分,CPU和主板 作為一台文件服務器,第一個要求就是低功耗 性能的話不是太差都可以接受 然後要求有足夠的擴展能力,特別是PCIe槽 因為要插硬盤陣列卡和萬兆網卡 同時內存需要是支持ECC糾錯的,方便長時間運行 各方面考慮下來,這次1151和AM4等主流平台就首先被排除了 經過仔細考慮就還是回到了C622平台 可以簡單理解成X99平台的服務器版本 沒錯,Intel已經推出了基於Skylake架構的新服務器平台 智強AT Plus 什麼青銅、白銀、黃金、白金、鑽石、王者啥的 但是主板和CPU的價格都比較高 入門機處理器的性能還比較一般 還不像E5那樣有大量便宜的洋垃圾處理器可以撿 AMD的EPYC骁龍平台雖然性能不錯,擴展能力也很強 但是處理器還是有點貴,而且功耗相對比較大 文件服務器畢竟是要7×24小時運行的,電費能少一點就是一點 於是最後選擇的主板是來自超威的X10SLR-F5 這是DDR4-RG-ECC內存 能撿到比較便宜的服務器拆機條 板型是標準的ATX不怎麼挑機箱 PCIe槽有7條應該能滿足硬盤和網卡的擴展需求 背後有兩個千兆網口有板在極顯還帶有遠程控制功能 在別的電腦開個網頁就能進行設置調整方便後期維護 同時主板本體還帶有10個SATA接口方便加裝硬盤 現在C612主板接近退市 這塊算是我找到還有新的在賣同時接口比較豐富的了 CPU則是152618LV3正式版,8核16線程 型號結尾有個L表示是低功耗版 TDP75W,默認狀態下性能比較弱,應該還打不過R5-1600 但是文件服務器也用不上很強的性能 而且它支持40條PCIe 3.0通道 內存也是4通到8槽支持最大768GB 同時15V3是可以通過修改主板BIOS打機血補丁的 打完之後2618LV3的頻率可以從2點幾提高到3.0以上 這個時候性能就接近5960X了 如果性能實在不夠用的時候還有這麼一個後手 如果視頻出來之後,這顆CPU不幸漲價的話 6核以上低功耗版的E5應該都問題不大 散熱器方面,因為這塊主板實在太緊湊了 CPU扣具用的是長方形的版本 和常規X99用的散熱器不同 淘寶有賣的,還過得去的就金錢爆這個了 好在安裝過程相當簡潔順暢 長期測試過也挺安靜的 畢竟是低功耗版的E5,發熱並沒有多大 內存這邊就比較有意思了 我買了4根三星的DDR4 REG ECC 16G的服務器內存條 經常看我節目的朋友應該對這東西也比較熟悉了 REG表示寄存器 可以單條達到很高的容量 ECC表示糾錯 1根200多300,4根合計64GB 然後還能留下一半的槽給以後有需要的時候升級 到這裡都沒有什麼問題 關鍵是賣家第一次發給我的內存條是這樣的 窄條標籤寫的是三星 開機之後首先主板就提示內存識別有問題 進了BIOS之後,識別出來是金士頓的條子 系統裡面魯大師顯示的也是金士頓 CPU在裡面就更有意思了 製造商是金士頓 Dram製造商是三星 我跟賣家交流溝通了一下之後 他非常爽快立馬就答應給我換了 甚至我的內存剛剛寄出去還沒有送到 賣家直接就把更換的內存寄出來了 這個賣家到底是個什麼心理我也不清楚 但是現在看來連服務器的拆機內存都要小心一點了 機箱是我頭痛了比較久的地方之一 需要兼顧散熱和擴展性 一開頭我想著用個普通的ATX主機的機箱 服務器裝好之後隨便找個地方一放就行 但是現在很多人裝機都是只上一兩個固態 機械硬盤需求對比以前下降了很多 廠商們都不怎麼出多硬盤味的箱子了 所以最後想來想去還是上了服務器的機箱 這個機箱是4U高度的牌子叫頂翔 嗯… 前面帶有24個3.5吋的熱插拔硬盤位 不過這次打算只上12個硬盤 剩下的空間留給下次升級使用 然後看一下機箱內部 這個箱子可以支持多種主板規格 從標準的ATX到SSI-11B的主板都能正常安裝 同時有7個PCIe槽位,方便插擴展卡 主板和硬盤中間有3個12公分的熱插拔風扇 而且它是通過支架將常規4針風扇改成熱插拔的 更換起來還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背後還有兩個8公分的風扇位 散熱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硬盤架的背板有SAS和SATA兩種不同接口的版本 迷你SAS接口一個可以當4個SATA用 線材可以少一點,但是為了後面調整起來更方便 這裡還是選擇了普通的SATA接口 這樣既可以連接擴展卡,也可以連接到主板上面 另外因為支持的主板規格多 所以機箱上面的孔位也特別多 安裝主板前一定要記得把柱子裝對位置 然後順便把主板也裝上去吧 前面板的接線和常規電腦也是差不多 不過這回主板和機箱還多了網卡的指示燈 在機箱正面也可以看到網絡的工作情況 因為這台機器要7×24小時運行,出於穩定省電經營的考慮 這裡使用了海運的旗艦泰晶TX-850電源 名字裡面有泰晶自然就是ATPLUS泰晶轉換率 屬於ATPLUS裡面最高的那一檔 省電方面自然是比較強的 然後全日系電容12年保修 海運對這個電源的耐用性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這個機箱支持多種規格的電源 標準ATX電源直接領上去就可以了 接線也是比較常規,和一般的電腦主機沒有太大差別 理線的話大部分線材接好之後再來規劃一下 硬碟的供電這邊,這個機箱的硬碟背板 使用了6個Molex大四針接頭來供電 為了防止單根線的負債太大 這裡找到了老朋友黑散模組,訂做了幾根模組線 每根只帶兩個頭 當然現在好一點的陣列卡都支持硬碟順序上電 也就是隔一陣子啟動一個硬碟 防止開機時全部硬碟同時起轉導致電流過大 然後整機點量測試了一下 結果發現機箱自帶的風扇略微有一點要起飛的趨勢 所以全部風扇都換成了Arctic的雙滾珠扇 這個牌子的風扇不知道為啥比較便宜 還敢保修10年,希望能用得比較久吧 更換完成之後風扇全速時的音量下降到了50分別左右 因為分別的等級不是按比例提升的 所以聲音真的是低了很多 關上蓋子再丟進機櫃可以說就基本聽不到了 順帶一提,這塊主板的BIOS裡面我沒有找到風扇管理的選項 調整風扇轉速要到遠程管理裡面才能完成 雖然我打算乾脆長期滿速運行了 基本硬件安裝完成之後 我裝了Windows簡單考了一下機 跑了幾個小時的IDA64 基本穩定 考機時輸入功耗是120W多點 在IDA64裡面看居然是內存佔了一半的功耗 不過這裡CPU加上內存的功耗就比輸入功耗還大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軟件識別出錯了 CPU和內存的溫度都穩定在了40多度,還是比較涼快的 常規使用也很少出現負載這麼大的情況 以及2618Lv3在默認狀態下果然打不過1600 只能說看在擴展性的份上 接下來就是系統盤了 為了穩定起見 這次使用了兩個Intel企業級SSD主RAID-1的方案 硬盤的具體型號是S3700,容量是100G 因為FreeNAS系統其實占用的空間非常小 所以系統盤有個30G就完全足夠了 我找了很久,S3700算是容易買到的 全新的企業級硬盤裡面最小容量的了 不過說到貨的時候盒子上面不知道為什麼貼了三層標籤 仔細看還是國外的快遞單時間在15年到16年之間 封條看起來倒好像真的是沒有拆開過 也不知道賣家是哪裡搞來的 另外Intel家的孤單硬盤背面原生就是這樣 好像是為了環保故意不打磨的 在京東自己買到的全新硬盤也是這個樣子 兩個硬盤在Windows下使用Intel官方的SSD工具相能正確識別 健康狀態和剩餘壽命顯示都是100% 也能正常更新固件,應該是正品吧 考慮到Intel的企業盤異常的耐用 這次還是上的雙盤主鏡像模式 估計到服務器淘汰這個系統都壞不了吧 服務器系統這回用的依然是FreeNAS 這個系統的優點和安裝的方法 還有硬盤配置以及文件共享等等 可以參考我去年的文件服務器的視頻 鏈接我會丟到簡介描述裡面 今年裝的這台可以說是去年的加大增強版 基本原理還是差不多的 系統安裝的流程大致還是到FreeNAS官網下載最新版的鏡像 用Ultra ISO寫進U盤,電腦從U盤啟動安裝 稍微不同的是,這次選擇目標持盤的時候 要把兩個100G的SSD都用空殼選中 再按回車開始安裝 FreeNAS的安裝盤會自動把這兩個盤做成RAD1 不需要陣列卡的支持 兩個硬盤裡面都保存了完全相同的系統數據 其中任意一個盤壞了,只要立馬替換掉就行了 而且就算真的非常倒霉,幾重保險下的系統都還是掛掉了 重裝系統後ZFS的陣列還是能重新導進來 也是不需要陣列卡的支持 新版的FreeNAS裝完之後 從網頁端連進去的時候默認是比較酷炫的新版介面 為了方便和去年的教程統一 這裡還是點了下面的按鈕回到舊版介面 反正原理是差不多的,明白了基本功能之後 新舊介面都是一樣的用法 系統裝完之後大家應該也注意到了 我這個機箱是24盤位的 但是主板只有10個SATA口 為了把全部的硬盤都接進來 這裡還需要一張硬盤擴展卡 這個地方就和家用版的NAS稍微有點不同了 所以會講得詳細一點 我這裡使用的是佳華重力的HBA卡 芯片是LSI的9305-24i 帶有24個12Gbps的內部接口 和主板連接用的是PCIe 3.0x8 總之算是比較新的一代 對大容量的硬盤支持應該也比較好 我選擇它是因為在天貓有賣,起碼帶個牌子 不需要額外再接擴展卡就能帶24個盤,可以節省PCIe槽 如果預算不夠或者不需要這麼多盤位的話 淘寶還有所謂原裝芯片國內OEM的920-16i 或者還可以選擇戴耳的H310、LSI921-8i之類的拆機卡 然後刷IT模式刷成HBA卡 當然存比較重要的數據的話 我覺得還是上個新的會比較安心一點 然後大家應該又注意到了 我說的是HBA卡而不是陣列卡 這是因為FreeNAS使用的ZFS是軟銳的 也就是直接由系統來管理陣列 這樣有很多好處 比如系統可以知道硬盤的健康狀態 出現問題時系統可以直接給你發警告郵件等等 同時要注意很多陣列卡是沒有JBOD模式或者說直通模式的 也就是必須在陣列卡裡面組建傳統格式的RAID 系統沒有辦法直接操作硬盤 這樣就浪費了FreeNAS的優勢了 總了個知,直接買HBA卡就不用煩了 硬盤擴展卡裝好之後 就要用Mini SAS轉SATA線和機箱上的硬盤背板連接起來 這時候我就發現我買的50公分的數據線太短了 我在賣家非常爽快就幫我換成了一米的 然後還要注意Mini SAS有老的8087接頭跟新的8643接頭等幾種 最好直接在賣卡的店鋪那裡一起買了 另外這也是我選擇SATA背板的原因 這樣新舊兩種擴展卡就都能用了 再來另外之所以戴手套是因為手背機箱的零件划出了很多道血痕 大家裝機的時候還是要小心點,免得受傷 接好線之後自然就是拿個硬盤將每個接口都測試一下 免得硬盤全上了才發現有問題 順帶一提測試的時候我發現系統識別1TB的小容量硬盤比大容量硬盤要快得多 數據線都連接好了,那麼終於輪到我們這次的主角 用來裝資料的硬盤本體了 這次使用了12塊12TB的西部數據紅盤 紅盤是西部數據專門為NAS等7×24小時文件存儲用途優化的硬盤 它搭載了NAS Wear 3.0軟件 帶有針對磁盤陣列的錯誤校正功能 同時針對NAS裡面多個硬盤擠在一起的使用場景 紅盤也做了相應的優化 比如增加了好幾種技術來提高對震動的防護 12TB版本的底層是充愛盤,專速降低到了5400轉 性能會有一定的下降,不過對應的也會靜音不少 我們存放服務器的地方和辦公室只隔了一層玻璃 動不動就炒豆子的話還是挺煩的 還有功耗低,發熱低,節省電費的同時也防止硬盤積熱 12個盤組RAID再加上緩存後性能也不是瓶頸了 外觀看完那麼就愉快的裝到硬盤拖架裡面吧 順帶提天明因為睡個頭所以時到了 然後肥仔帶老婆和女兒去旅遊了,於是他們都被catch了 然後…… 硬盤拆好之後和上次的視頻一樣,在Freenas的遠程管理頁面裡面簡單設置一下就能組成陣列 系統自動推薦是組成兩個6盤的RAID Z2,這裡還是改成12個盤組成一整塊陣列 同時在容量和安全性之間均衡了一下,沒有選擇要犧牲3個盤容量的RAID Z3 其實按照西部數據官網上面的說法,不帶Pro的紅盤是只支持8個盤組陣列的 不過12TB版本畢竟是充開盤應該問題不大吧 低容量版本的空氣盤就最好按照官方推薦的方法去組了 因為硬盤廠商的容量計算方法以及榮譽的原因 12個12T盤最後裝出來就只剩下100TB少一點了 以前的文件倒過來的話還要再占掉一部分,希望這回能堅持個一年以上吧 為了方便多人同時讀取文件,我又多加了一個1TB的普科特M9PG用作L2ARC讀取緩存 這裡是使用了PCIE轉M1M1的轉換卡加裝到了主板的PCIE槽上 不過我後來查了一下FreeNAS官方的資料 推薦是大於32GB內存的NAS才加裝讀取緩存 同時緩存大小不要超過內存的10倍 所以我這裡應該是弄得大了一點,吃一點再考慮換回512的吧 ZFS的寫入緩存需要在大量小文件同時寫入的時候才能帶來性能提升 比如同時運行多台虛擬機什麼的 而且寫入緩存需要是比較穩定的,不然出問題時可能會導致數據丟失 所以這一次我就先不加了,等有需要的時候再弄兩個企業盤組RAID的E丟進去吧 實際開機測試,分配一天上去的情況下音量也只有50分配左右 開機過程中最大功耗不到300W 待機中150W左右,硬盤插滿,估計也用不到850W了 關上側蓋掛了一晚上之後,溫度最高的盤也只有49度 紅盤的功耗和溫度控制確實挺不錯的 服務器裝好之後還要準備一個高速的網絡 用來和辦公室裡面的其他電腦進行連接 這裡使用的是之前就已經有的Intel X720-DA4,四口的萬兆網卡 是SFP加接口的,也就是俗稱的光口 對於影視剪輯用的NAS來說,萬兆網絡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現在換了BMPCC4K,用千兆網絡的話連素材導入時都不能滿速 然後這裡使用光口的網卡是因為萬兆電口出的比較晚 設備價格比較高,同時光纖也比較細,布纖更容易一些 順帶一提那個台打小風扇是我自己加的 然後是關於網線的部分,之前的ITX NAS就放在辦公室 所以直接使用成品的SFP加線就行了 這東西用起來跟普通水晶圖的網線其實差不多,插上去就行了 但是這一次因為服務器體積太大要放到隔壁屋,所以就要出洞光線了 是的,我們終於要在工作室裡面自己拉光線了 光線的兩端接上光模塊之後就和成品的SFP加線是一樣的 注意線和光模塊都買單模的會比較便宜一些 黃色的光線線一般就是單模的 然後光模塊除了有單模和多模的區分之外 支持的線材長度也是有差別的 一開頭我就不小心買成了貴一點的10公里的版本 後來新買的都是便宜一些的1.4公里的也已經非常夠用了 畢竟也沒有幾個人的辦公室有一公里這麼長吧 線材買回來之後還要佈置起來 我們這裡租到的屋子頂上是掉了天花的,可以比較輕鬆的拉暗線 雖然說輕鬆但也是折騰了一晚上弄得一頭灰 這次買的都是20米的線,一不小心就會打結什麼的 這次一共是拉了5條光線,從桌子底下通過再直接連到每個人的電腦上 這樣全部人到服務器之間都是滿血的萬兆網絡 線材實在不夠用的時候再考慮上萬兆交換機一把 除了光線之外還順便拉了兩條超6類的電線,方便連接路由器使用 布線完成之後終於要將服務器搬到最終使用的地方了 為了方便放置,這次還弄來了機箱外的大機箱 1米6高,60公分寬,80公分深的機櫃 服務器是通過導軌來安裝上機櫃的,這樣可以方便把服務器抽出來進行維護 導軌旁邊還設計了機關,需要拉動這個小扣子才能全部抽出來 防止你一個不小心造成非常慘重的損失 哦,對了,差點忘了還有這一步 然後為了把導軌裝上機櫃 我們對機櫃內部的框架進行了調整 結果發現導軌太長了,框架調整到極限都裝不上 所以線材要買長的,但是導軌要買短的是嗎 還有這個服務器機箱的店鋪非常不錯,隔了一個月還是幫我換了 然後雖然賣家說這個導軌非常的牢固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多加了一個托盤 這玩意如果真的砸下來那就真的真的虧得有點大了 那麼終於是時候進行最危險的一個步驟了 這東西插好硬盤之後幾十斤重 手滑一下那就不太好玩了 然後將整個機櫃移到最終的安放點,再插好網線就算基本折騰完了 在資料牽移完成之前,舊的NAS也放進機櫃裡面方便整理 最後的最後,給這個服務器注入靈魂 沒有手辦的服務器是沒有生命的 再加上安全保險就終於把這個大工程搞定了 線材全部接好之後,我們測試了三台電腦重新從服務器裡面複製一個80G的文件夾出來 爆發速度能跑滿三條萬兆網線 緩存用完後,以及小文件會慢一些 只點換完小的緩存盤之後看看還有沒有提升 現在這個速度已經完全足夠多人同時在線剪輯4K視頻了 雖然我們的內容生產速度根本就改不上剪輯的速度 並不需要這麼多人來剪片 CPU占用在整個測試過程中都沒有超過20% 看來完全沒有打機械補丁解除封印的必要性了 那麼這次的新文件服務器安裝大工程也算是完美結束了 後續可能還會再做一些小調整 但是現在的效果也已經令人很滿意了 這裡整套配置除開硬盤算上機櫃大概花了一萬塊錢出頭 而如果是大牌子的24排位,比如戴爾惠普沙的 起碼得兩三萬塊錢一台,配置還不一定有我的高 後續升級的話,如果想將原本的陣列擴容FreeNAS要求新加入的硬盤數量和舊的一致 我這裡把剩下的12個空位填滿就OK了 雖然再建一個新的陣列也是可以的 空位全部填滿之後再升級的話我發現淘寶有JBOD外置陣列櫃 就是相當於不帶NAS功能,只是將硬盤直通給主機的特大號硬盤盒 這樣就能省下CPU主板內存網卡的錢,還自帶電源 是通過SAS線連接的 不過我的朋友告訴我說不是很穩定 具體等哪天有需要的時候再來研究一下好了 我這次的機箱用了4U多一點的空間,硬盤插滿能達到200個T左右 這個機櫃是32U的,全部裝滿的話1PB以上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不知道要幹多久才能做出這麼多視頻來 另外還有老來在用的那種橫著放硬盤的機箱 當然真的要上那種的話我現在的機櫃深度又不夠了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如果覺得有用或者有趣的話 不要忘記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還有這次要特別感謝電腦8評測室在這個項目裡面提供的大力支持 不要忘記關注一下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他們是日更的,而且好像沒有割過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